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伦波小酒馆 本期要为大家分享一部非常冷门的前苏联奇幻爱情电影《一朵小红花》 电影改编自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的童话作品 故事情节有点类似著名的童话《美女与野兽》 但电影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比较压抑黑暗的悲剧氛围 再加上电影里许多纷繁琐细、华丽精致的洛可可艺术画风 让电影显得非常别具一个耐人寻味 话说在很久以前,有那么一位商人 商人有三个女儿 有一天,商人打算出远门经商 大女儿和二女儿便急不可待地要父亲烧回来一些贵重的礼物 而商人最疼爱的小女儿阿辽娜 却对这些金银财宝毫无兴趣 她这几天总是做梦 常常梦到一朵世上最红艳的小花 她因此请求父亲,如果可以的话 为她带回来那朵世上最鲜艳的红花作为礼物 商人于是带着三个女儿的期盼和仆人一起离开了家 随后在路上,商人偶遇了两位神秘的老者 一个流浪汉模样的老者给了商人一顶箱着宝石的王冠 那正是他的大女儿想要的礼物 另一个宫廷男仆模样的老者送给了商人一把精致的镜子 那正是他的二女儿想要的礼物 大女儿和二女儿的礼物都有了后 商人不禁想起了小女儿想要的礼物 一朵世上最红艳的小花 那位男仆似乎知道商人的心思 便将他推上了船 说到了那个地方就会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商人于是乘着船来到了一座位于小岛上的宫殿 这座宫殿的装潢极其精美华丽 就连使用的餐具也都是无比精致光亮炉镜的金银器 只是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人 诺大的宫殿显得非常参寂 除了那个男仆 就只有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贵妇人 不过这个贵妇人看起来颇为诡异 商人一会儿看到的是白发苍苍 殷勤可亲的贵妇人 一会儿却似乎又看到一个跟她一模一样 但一头乌发年轻美丽又颇为冷峻神秘的贵妇人 商人感到有些诡异便打算离开这里 但贵妇人却有意要挽留她多住几日 最后还是那个一头乌发的贵妇人告诉商人说 她可以在这里得到她想要的那朵红色的小花 但同时贵妇人也强调说 那朵小花从来也不会给人带来快乐 商人并未在意这些 随后在一棵大树的树根里 商人终于得到了那朵红艳的小花 但就在她摘下那朵红花时 一个怪物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取走了我的东西就要留下来做我的奴仆 商人自觉有愧愿意接受惩罚 但她请求怪物能够让她回家一趟 和女儿做一个告别 怪物最后同意了商人的请求 并给了她一个很大的戒指 只要戴上之后就可以立刻返回这里 商人于是带着红花回到了家中 但小女儿阿良娜收到心爱的礼物后 却并不怎么开心 相比于此 她宁愿父亲一切平安 她什么都可以不要 后来三任之期就要结束 父亲即将卢约返回那个岛屿 阿良娜无意间听父亲说道 戴上戒指就可以立刻返回那里 她于是立刻将那枚戒指带到了自己的手上 结果一瞬间 阿良娜便突然来到了这座小岛 她向那个怪物说明了情况 她是代替父亲而来 那个怪物对阿良娜非常和善 为了不至于吓到她 怪物一直并未现身 阿良娜一开始很有些惊慌 好在最后被那位男仆带到了宫殿 她此时虽然有些害怕 但作为自己之所以来这里的缘由 她还是想见见那个怪物的真容 那位贵妇人便颇为嘲弄地告诉阿良娜说 她会见到的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可怕的事 不管如何 从此以后阿良娜便住在了这里 一开始那个怪物只是用声音和阿良娜交流 但慢慢地 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 阿良娜也不再害怕那个怪物 最后阿良娜终于见到了怪物的真容 虽然她看起来很丑陋 但此时阿良娜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而且那个怪物说话时总是轻声心语 态度礼貌和善 令阿良娜感到非常的亲切 两人就这样慢慢萌生了感情 但看到两人亲密互动的情形 贵妇人的心里却是无味杂陈 一言难尽 其实这个贵妇人的真实身份 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女巫 而那个怪物其实原本是一位英俊的王子 当年女巫年轻时 头戴着红花向王子表白了爱意 可王子却无情地拒绝了女巫 女巫感觉自己被王子嘲弄 就此心生记恨 一怒之下将王子变成了怪物 只有当一个姑娘 真心实意地爱上这个怪物时 王子才会变回原形 从此以后 王子宫殿里的所有人都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了女巫 和那位年老忠诚的男仆 男仆后来想方设法 引誘年轻女子来到这里 结果她们都没有爱上这个怪物 王子依旧是那幅怪物的模样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女巫也稍花见老 青春不再 她这样抱负王子的同时 自己也深受其累 备受煎熬 将大好的青春年华 浪费在了这个空气孤独的宫殿之中 如今看到阿辽娜和王子的感情日渐深厚 女巫便劝说阿辽娜 回到自己的家乡 和自己的家人为伴 不要和这个怪物亲近 因为这个怪物没有心灵 不值得爱 阿辽娜此时 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爱上了这个怪物 她只觉得自己对这个怪物有种责任感 不能就这样离她而去 但女巫的话 还是勾起了阿辽娜的思乡之情 阿辽娜后来请求怪物让她回家一次 她想看看自己的父亲 并保证自己会在次日黎明前回到这里 那个怪物答应了阿辽娜 但同时也强调说 阿辽娜如果不回来 她就会死 阿辽娜记住了她的话 当她回到家中后 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并说自己很打算回到那里 去找那个怪物 父亲自然强烈反对此事 她希望女儿留下来 将来嫁个好人家 虽然那个怪物并不坏 但她毕竟是个怪物 可此时阿辽娜早已下定了决心要回去 只是那两个导弹的姐妹 故意挑慢了失踪 结果阿辽娜回去的时候 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些 那个怪物也如她所说的那样 早已不在人世 失去了她后 阿辽娜这才终于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怪物 她生死力竭地 将心里的话大声地喊了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 萧瑟的秋天 变成了生机盎人的春天 那个怪物不但复活 还便回了英俊的王子 女巫见到这样的结局 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她最终决定离开这里 只留下王子一张相片作为留念 男仆请求女巫留下来 参加王子和阿辽娜的婚礼 但女巫拒绝了此事 她心里依然忘不了 当年自己受到的侮辱 那时年轻美丽的女巫 头戴着红花 向王子表白时 被王子无情地嘲笑 但男仆却认为 王子并不是嘲笑她 只是不喜欢她而已 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没有为什么 所谓的嘲笑 只是女巫脆弱的自尊心 和极度的傲慢 导致的错觉而已 女巫对男仆的话 嘴上不以为然 但心里早已认同了这点 她对王子的感情 终究只是一厢情愿 结果伤害了王子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也伤害了她自己 如今她终于想通 她要离开这里 不再回来 此时此刻 那个男仆 颇为同行女巫的遭遇 她打算继续服侍女巫 直到她的心灵 完全被善良治愈为止 最终王子和阿辽娜 终成眷属 而女巫则和那位 终成的男仆 远走天涯 电影也到此结束 这本是一个美满的结局 但电影却总给人一种 挥之不去的悲凉感 早至今日 又何必错付一生 青春年华 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关注